我们来看看如何关怀弱势在宗教界真的也是不遗余力 连生活佛所创办的真佛宗也长期资助弱势儿童以及低收入家庭 替全台湾两千多名的学童出营养午餐 大方送出十五万元奖金资助全台中小学两千三百名学童营养午餐费 就续看见台湾社会阴暗面宗教团体起而行送上关怀 连生佛如胜宴趁着七十大寿把生日祝福通通回想给弱势群众 宴请信徒大家心中满是感激 做得很好我们心里都很感动很敬佩他因为他做得很好 广度我们的重生让我们的心灵昇华让我们也能够向师佛学习 来自南投雷杖寺热闹晚会活动歌舞演出所得善款将为布农族儿童圆梦 帮助低收入户差不多有三千户有些人生活贫困啊有些人遭遇到这个不好的运气啦 或者是他本身有厄运啊或者有病啊我们都必须要去关怀的 把小爱画大爱宗教发挥感召力量翻转台湾社会阴暗面从这里一点一滴开始做起 三零新闻吴坤玉南投报道